都是地服惹的祸 不讲牛大宝 第三章 豆鹅 范畴迷迷糊糊的醒了过来 睁眼一看 天已经大亮了 被子里好像有点湿 范畴有点纳闷 我他妈怎么还尿了呢 我自打12岁以后也没尿过床啊 他一挠头 伸手到床头柜上去摸水杯 却摸了个空 再一看那水杯在床上躺着呢 他瞪大了眼睛 把手伸进了被窝一摸 然后放在鼻子下一闻 这心才放了下来 还好不是尿 原来是水洒了 这水怎么会洒呢 范畴忽然想到了这个问题 脑子里顿时嗡的一声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一股脑的就全涌上来了 他身上一阵发冷 赶忙下床伸手一看 一边一个黑灼的阴阳 双玉环 原来这不是做梦啊 范畴忽一咧嘴想哭 却有点哭笑不得 给地府当临时工 还不给工资 本来自己就刚勉强混饱肚子 这回咳到好了 全搅和了 左手的阴玉环 突然嗡的震动了一下 接着发出叮的一声提示音 一串文字就出现在了范畴的心里 恭喜你 获得阴阳双玉环赋予的能力 以及接受阴阳双玉环所赋予的任务 当前发宝持有人等级为驱轨者 当前阳气充足 无法开启 建议夜晚使用 卧槽 白天还不上时 这果然是个阴间的玩意 我这回是真的倒了八辈子没有 对了 还有一个黑碗叫什么如意金波的 范畴摸了摸了怀里 果然有个碗 掏出来看了看 觉得也没什么特别的 什么如意金波吗 这就是一个小黑碗吗 他叹了口气 把东西都收了起来 觉得有点饿了 起来一看冰箱里 那巴拉猪蹄子还在 也不管好赖 拿出来三下五出二就给砍了 然后就往常一样 走到电脑桌前 打开的电脑 一屁股坐了下来 先点了支烟 就准备开始马自 他最近正在写一个短篇鬼故事 叫做植物大战僵尸 说的是一个农家院里 来了个僵尸 主角用各种植物 打败僵尸的故事 不过已经修改了三次 却还是没能入 这个人家杂事社的法眼 如果再找不到灵感 恐怕就要砌稿 重新构思了 呆呆的坐了小半天 这烟灰都快赶上 手指都长了 连一个字都没憋出来 满脑袋都是 昨天晚上的事 阴曹地府 陆判官 阎王爷小舅子 那一地狱的鬼 我去他妈的 我实在也不下去了 昨天晚上没耍好觉 我干脆继续睡吧 饭愁泡了碗面 稀里糊涂的吃了下了肚 往肚子一挑呢 俩眼睛一闭 什么都不响了 当他再醒来的时候 天就已经黑了 那饭愁醒过来 下意识的就去摸手机 想看看几点了 结果去摸了个空 一愣这他想起来 手机让阎王爷小舅子 给拿走了 这可怎么办呢 那山寨苹果是 范愁除了电脑外 第二个值钱的家用电器了 正在他挠头的时候呢 阎王爷小舅子催命来了 你这名叫的真别扭 再配上后面那俩字 就更别扭 催命来了 不过范愁一见他 顿时眼睛一亮 哎把手机给我 范愁直接把手 储到了催命鼻梁子上 手机没数量 催命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 凭什么 我就这一个手机 再说你要他有啥用啊 你在阴间也打不了电话呀 想了想 范愁又补充了一句 你们阴间也没WiFi呀 谁知催命一更脖子 你少糊弄我了呀 这玩意还能玩游戏呢 昨天我看你玩的半熟呢 我老个草 范愁心说难怪那功夫 觉得身边那么冷呢 感情是这位爷 在偷看自己玩游戏 那你会不会 那你也不会玩吧 谁说的呀 我都开会了 催命神秘的黑黑一笑 掏出了范愁的山寨大苹果 三下两下就摁出了游戏 范愁凑过去一看 植物大战强食 看着昨天还不认识手机的催命 已经重新建了个号 甚至已经过了十多关了 范愁不得不暗自感慨 别看着催命在阴间不认识前 在阳间不认识手机 好像还有点缺心眼 不过人家是在某方面有缺陷 那一定在另一方面有优势 上帝说的好 我把门给你关上了 指定在给你开个窗户 那好吧 手机我不要了 你把卡还给我行吗 催命这回一点都不少 只要他不耽误玩游戏就行了 玩游戏不用卡 那就行了 那什么我走了啊 催命玩的游戏就要走 范畴一把就拉住了他 我说催哥 你不是特意来跟我说手机的事吧 另一边的任务呢 对对对 我差点给忘了 我把另一边的任务告诉你 你可听好了啊 我得快点说 要不我也忘了 催命像是一个严重健忘症的患者 歪着脖子想了半天 才说出了另一半的任务 原来啊 陆判官掌管的小地狱里 跑了大半的鬼 但是也有几个没跑的 陆判官想了个主意 对外就说内部整顿 战不开放 这样别人就无法看到真正的情况 但是这几个没跑的 还成了个碍事的了 既然决定关闭了 总不能还剩几个在里边 鬼也得吃饭呢 就这么着 这催命又给出了个主意 说让那几个鬼去杨仙待着吧 找个靠谱的人看着点 等着别的鬼魂都抓回来了 再去把他们接回来 现在呢 这个听上去极其不靠谱的活 就落在了范畴身上了 那就是让那几个鬼 在范畴家里待一年 催命一口气说完 范畴一把就揪住 他的衣服 沸沸的说着 卧槽 不是吧 你意思让那几个鬼 上我这呆着 你让我在家里养鬼玩 还好几个 大哥你啥也别说了 我不干了还不行吗 除了上个月的稿费 我没花光 我也没啥遗憾了 我求求你快整死我吧 然后呢 随便安排一个地狱 啥时候能偷胎 你告诉我一声就行 催命连连摆手 你看你别激动嘛 你以为下地狱好玩呢 那跑腹挖心 搁耳朵削耳朵 上完了刀山 还得下油锅呢 下油锅知道吧 就跟你们人类炸油条 差不多的 炸的是绞黄绞黄的 又酥又脆 再把你哥们墨盘上一摸 摸得洗碎洗碎的 再撒到河里边喂王八 等王八落出来了 好歹得捡到一块 再恢复人形 继续炸 范畴扶着墙一阵干呕 崔哥你别说了 我服了 你上大油刀山下油锅 我都能忍 你让王八拉出来 这个太恶心了 那你说吧 那几个鬼魂 啥时候领来 我给他们准备房间 催命一脸猥琐的乐了 从身后一把 拉出了一个白鱼女子来说的 这就是你的第一个客户 豆鹅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都是地府惹的祸的第三章 感谢各位的收听 感谢各位的收听